各位朋友大家好 大家可能已经注意到了 最近的节目更新的比较快 这个是因为我这一星期是拿了一星期的休假 所以在家就多做几期节目 回馈朋友们的厚爱 好的 那闲话少说 咱们进入咱们今天的节目 大家知道啊 仁宗皇帝一直是希望是自己的儿子来继承自己的皇位 这个呢是再普通不过的想法了 随着年龄越来越大 希望也变得越来越渺茫 但是呢 尽管如此 仁宗皇帝呢 还是在孜孜不倦的努力着 那么仁宗皇帝是怎么努力着呢 就是要多努力有多努力 即使是在他离开这个世界的前一年 他依然在努力着 话说1062年的正月 这一年呢 正是仁宗驾崩前的一年 有一天呢 仁宗皇帝在一个偶然的机会 临幸了一个宫女 这对于皇帝来说 这本来并不是什么一件大事 但是没有想到在仁宗皇帝驾崩以后 这个宫女却给当时的曹太后 当时的宋英宗赵蜀以及群臣 造成了很大的麻烦 加深了他们彼此之间的隔阂和猜忌 而且即使这件事情最后都尘埃落地了 但这件事情的前因后果来龙去脉 依旧是一个悬案 那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我跟大家慢慢的聊聊 这位被林姓的宫女的名字呢 叫韩崇尔 准确的说呢 她也不是一个宫女 她的地位呢 还不如一个宫女 她是什么呢 她是一个私身 什么叫私身呢 这是在北宋宫廷里的一种特殊的存在 就是因为自从宋真宗签订了 禅元之谋以后 北宋的宫廷生活呢 也日渐的丰富起来 就不像当初的宋太祖宋太宗的时候那么寒酸 那么这样的话需要的人手呢 就更多 于是呢 为了避开宫中繁琐的那些规矩啊 那些制度啊 一些女官们为了方便就私自招收了一些私身 这些私身呢 主要在宫里呢 做一些比较粗闭的工作 一些体力活都让他们来做 地位呢比宫女还要低 而且他们也不在编制内 招之即来挥之即去 也非常方便 这样的话就形成了在北宋宫廷里的一种潜规则 除了这个私身以外啊 还有一类人也在北宋当时的宫廷里大量的存在 是什么人呢 是叫养女 养女的地位呢 明显就要比私身要高的很多 私身呢 大部分都是从民间征召来的 父母呢 也没有什么地位 就是一般的老百姓 而养女呢 通常呢 父母呢 都是官员子弟 有的甚至呢 地位非常非常的高 养女呢 通常是宫中的嫔妃们 他们收养的养女 哎 是为了什么呢 是为了在自己年老色衰的时候 能用这个养女吸引皇帝呢 出入他的宫殿 这样的话 他能够在皇帝面前呢 保持存在感 而且等他老了以后呢 这个养女呢 也能对他尽一份孝心 这是他们收养养女的目的 在仁宗时期啊 很多的嫔妃都收养了养女 比如说曹皇后也收养过养女 也曾经献给过宋仁宗 宋仁宗呢 当然也孝纳了 但是曹皇后这两位养女呢 最终都没有成功的留在宫里 有一个呢 是为皇上临幸以后呢 后来又因为宫廷斗争 又被张贵妃给轰出了宫 另外一个呢 也是基本一样的结局 大家知道高涛涛也是曹皇后的养女 那么曹皇后收养高涛涛是不是也是为了这个目的呢 这个呢 我看很多的史料中都是这样提的 是准备进宪给仁宗 也许曹皇后确实有这种想法 我呢 对此呢 是稍微有点存疑 因为毕竟啊 这个高涛涛进宫的时候 年龄太小了 等高涛涛长大 能够侍奉君王的时候呢 应该要过去很多年 所以呢 如果曹皇后是想以高涛涛来取悦君王的话 似乎这个计划过于长远了 但不管怎么样啊 最后呢 仁宗呢 还是看到高涛涛和赵宗时日比较般配 于是呢 就把高涛涛嫁给了赵宗时 除了曹皇后以外 那位张贵妃也曾经收养过一个养女 用来取悦宋仁宗 在剧中呢 她叫许兰条 在历史上呢 还确有其人 不过呢 并不姓许 而是姓周 这位周姓女子啊 和张贵妃其实是同岁 但是呢 依然呢 被张贵妃收为了养女 其目的呢 就是能够让她有机会去侍奉仁宗皇帝 也是为了给张贵妃续宠 这位周姓女子啊 确实也是不负所望 成功的得到了仁宗皇帝的宠姓 而且呢 还为仁宗皇帝呢 生了两个女儿 最后呢 她也被封为了昭淑贵妃 这位周贵妃啊 并不像剧中的许兰条那样 功于心计啊 她是一个非常谦和的人 而且又在晚年赌信佛教吃素 她的寿命非常长 大家可能想象不到 她居然活了93岁 她的两个女儿也都是很长寿 大家知道仁宗皇帝呢 有四个女儿长大成人了 其中一个呢 是辉柔 大家很熟悉 大概是32岁左右去世的 另外一个稍长女儿呢 嫁给了北宋大将曹斌的曾孙子曹施 但是很可惜 在24岁的时候呢 就去世了 另外两个活到成年的女儿 就都是这位周贵妃生的 一个呢 嫁给了一位姓郭的团恋使 最后呢 活了52岁 还有一个女儿呢 就更加厉害 叫庆寿公主 他是嫁给了吴岳王的曾孙 而且还非常幸运的躲过了靖康之难 后来呢 就一直生活在南宋 享年86岁 从这儿大家也可以看出 这长寿基因 看来也是非常非常的强大 好的 继续回到刚才咱们谈论的话题 这一天呀 仁宗皇帝在一个小亭子里闲坐 突然呢 他看到对面有一个宫女在从井里打水 这个宫女就是韩崇儿 仁宗皇帝突然发现啊 在这个 韩崇儿打水的这个水桶的绳子上 慢慢的爬上了一条小蛇 仁宗皇帝当时觉得非常惊愕 然后他就问身边的人你们有没有看见那有一条小蛇呀 身边的人呢 都说没看见 于是呢 仁宗皇帝就开始脑洞打开了 他想这肯定是上天给我的启示 我一直还没有儿子 那么这一条小蛇或者说是一条小龙 是不是就预示着上天要给我赐子呢 于是呢 他随后就招兴了这个宫女 并且在努力完以后 对这宫女说 说你要为我生一个儿子 他还从韩崇儿的手腕上的取下一个 精致的手镯手环那类东西 作为一个物证交给了身边的太监 说以后以此为据 你要有了儿子就来找我 几个月以后 宫里呢就传出这位韩崇儿怀上了龙肿 但是这时候的仁宗皇帝呢 已经无暇他顾 他这时候已经病入膏肓 不久就驾崩了 仁宗皇帝是在第二年的三月份 也就是1063年的3月24日驾崩的 因为突然的驾崩 所以呢 造成了曹皇后的手足无措 那个时候 他虽然知道韩崇儿肚子里还怀着宋仁宗的骨血 但是呢 因为宋仁宗突然驾崩 为了政局的稳定 他也只能马上扶持赵蜀继位 就是后来的宋英宗 宋英宗继位以后呢 因为他的种种表现呢 引起了曹皇后对他的极度的不满 两个人的关系呢 也搞得非常僵 那时候呢 因为赵树生病 曹太后呢 就开始垂帘听证 而曹皇后对这位韩崇儿呢 也是贝家的爱护 他派了衣冠24小时照顾着韩崇儿 而且还拨了很多的钱款 让他能够生活的很好 但是曹太后这么做 对于宋英宗诏蜀来说 确是有点很难受 韩崇儿的存在 对他来说 可以说是心中的一块刺 因为如果韩崇儿顺利了淡出龙子 生了一个儿子的话 那么他的皇位的合法性 就会受到极大的挑战 那边是太后 还有一个仁宗皇帝的血脉 而这边呢 只有他自己 还有韩崎欧阳修这样 也有可能突然转向的臣子 所以呢 他心里是非常的不踏实 这种状况呢 一直持续到了这一年的九月份 又一个爆炸性的消息传出 是什么呢 是最后证实韩崇儿根本就没有怀孕 他是假运 知道这个消息以后 群臣哗然 都要求对韩崇儿予以重罚 要马上把他处死 但是这时候呢 睿智的曹太后就说 我们不能这样做 如果这时候我们把韩崇儿处死的话 那么天下的人很可能就会怀疑 韩崇儿真的淡下了龙子 我们为了灭口最后把韩崇儿杀死 群臣们也觉得曹太后这个想法非常周全 于是呢 就只是轻罚了这个韩崇儿 打了二十仗 然后呢 把他放在一个寺院里 就让他出家 同时呢 对他的主人翁氏夫人呢 降了一级月薪 这件事情就这样曹操了之了 我现在呢 就是先把这个事情的经过呢 跟大家陈述一下 至于背后的原因呢 这就希望各位观众也要把脑洞打开 展开想象到底背后到底是什么原因 首先 第一个问题就是曹太后 是在最后的时候才知道韩崇儿是甲韵吗 还是说他一早就知道韩崇儿是甲韵 如果曹太后不知道韩崇儿甲韵 那么肯定是太医做出了错误的诊断 大家知道古代的测试是不是怀孕呢 不可能像现在那样通过什么尿样啊 就能够检查出来 那时候呢 都是通过中医来诊脉 凡是宫里的女子怀孕 肯定是要经过太医检验的 这有一个非常严密的一个程序 如果说韩崇儿真的就以为自己怀孕了 因为他确实发现自己肚子大了 这个也是事实 就韩崇儿的肚子确实是大了 他不是说自己装俩枕头进去那种假装的大 没有那么简单 他的肚子确实大了 而且韩崇儿呢也是在被人宗皇帝临幸以后 肚子开始慢慢变大的 所以他自然的就认为自己怀孕了 所以当太医如果询问他你的身体状况的时候 他肯定就按照怀孕的状况去说 这样呢 就有可能误导太医的诊断 当然随后呢 韩崇儿呢 就意识到自己没有怀孕 他已经很清楚 用他自己的话说 就是事后审问他的时候 问他为什么假装怀孕的时候 他就说他被当作孕妇的这段时间 他觉得自己吃的也好 睡的也好 还有这么多人伺候着 还不用干活 这个日子非常好 因为他毕竟是一个不大的孩子 所以他就想让这个谎言继续下去 可能时间长了以后 这个谎言连他自己都相信了 至于说他肚子怎么也越来越大 大家应该也知道 不光是只有怀孕才能让肚子变大 像一些其他的疾病 也会造成腹部慢慢变大 也可能韩崇儿呢 就得了其他的一种疾病 这样的各种的一元巧合 让他觉得自己确实是怀上了人宗皇帝的龙肿 这是一种猜测 就是说韩崇儿首先误导了自己 然后又误导了御医 御医呢 做出了错误的判断以后呢 导致了曹太后也认为韩崇儿是真正的怀孕了 而曹太后作为人宗皇帝的遗孀 那么保护人宗皇帝唯一的骨血 人宗皇帝的遗父子也是他义不容辞的责任 所以呢 他做的一切都是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释的 这是一种可能 那么还有没有另外一种可能呢 就是说曹太后在之前已经知道了韩崇儿贾韵的真相 而他故意隐而不发 这个到底又是因为什么呢 如果仅仅是因为宋英宗赵蜀当时呢 与曹太后的关系不好 曹太后呢 可能也有了费力的意思 所以隐而不发 但是呢 细想想 这种甲蕴迟早是要曝光的 除非曹太后把甲蕴的这件事情做成真的 就是最后真的抱出一小孩来 说是仁宗皇帝留下的遗父子而来夺取这个皇位 因为曹太后当时掌控着后宫 如果他要这么做的话也不是一件特别难的事情 至少是有可能 虽然说要有很多周折会留下很多的后患 但是呢 毕竟也是有可能的 当然了 这个小孩也不可能是随随便便的一家人的孩子 肯定也应该是赵家的血统 当然了 这只是一个胡乱的猜测 另外啊 我觉得还有一种可能 是当时林崇儿说他已经怀孕的时候 那时候仁宗皇帝还活着呢 仁宗皇帝肯定知道了韩崇儿怀孕的事情 而且仁宗也有可能知道韩崇儿是假怀孕 但是呢 仁宗皇帝呢 肯定不想把这件事情说穿 告诉大家韩崇儿没有怀孕 仁宗皇帝当然希望群臣们都认为 韩崇儿真的怀孕了 为什么呢 这样的话 大家就会相信仁宗皇帝还有生育能力 因为以前群臣们建议仁宗皇帝领养一个皇子的时候 仁宗皇帝呢就屡次推脱 好几次推脱的理由呢都是说后宫有妃子现在怀孕了 要看看是不是能够生下皇子来等等等等 所以呢 仁宗皇帝呢 可能也想借韩崇儿假怀孕这件事情呢 为自己再争取一点时间 也许在最后的时间内 他还能够让他的妃子怀上一个龙子 毕竟那时候赵蜀只是皇子还没有立为太子 而后来呢 仁宗皇帝突然驾崩 而曹太后呢就只好把这个谎言继续下去 要不然的话就等于是打仁宗皇帝的脸了 这些呢只是我个人的一个猜想 好了大家可以打开脑洞展开想象 咱们呢还是回到这件事情 被披露以后又发生了什么情况 9月份的时候 韩崇儿假怨案被证实了 这时候呢赵蜀就突然变得活跃起来了 他可能这时候已经确认了自己的位置 是很稳固 于是呢他就跟别人说什么太后待我无恩啊等等等等话 然后这些话呢也传到了太后的耳朵里 太后和赵蜀的矛盾越来越加深了 太后呢也经常向群臣抱怨群臣呢看在眼里呢也非常的生气 群臣中呢还有一些很有正义感的大臣 比如说复辟 他曾经觐见赵蜀就说 就直接 对赵蜀说 而且是可以说是语带威胁的说 说我们这些臣子呢不会去侍奉一个不孝之人 说一隐之事 臣等能为 那什么叫一隐之事呢 我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这一隐啊 是商汤王的宰相 这个隐字呢 就是宰相的意思 他是生于溢水之边的那么一个宰相 就叫一隐 一隐呢 大家可能知道他是中国烹饪的始祖 为什么呢 因为他就是一个厨子 他当宰相之前就是一个厨子 后来呢 受到了成汤的赏识 就做了成汤的丞相 帮助成汤灭下 后来呢 一隐呢 还辅佐了成汤以后的几代君王 其中有一个君王呢 叫太甲 这个太甲呀 有点不靠谱 执政以后呢 横征暴敛 残虐无道 于是呢 一隐呢 就把他赶下了台 把这个太甲流放到了同地 就是现在河北的一个地方 让他在那里建了一个宫殿 然后在那里居住了三年 每天呢 就是闭门思过 在这三年里啊 太甲呢 确实是真正的做到了闭门思过 后来一隐呢 觉得他有悔过之心 于是呢 又把他请回了皇宫 继续当他的国王 太甲呢 也从此改邪归正 最后呢 成为一个邪命的君主 当时复辟向赵蜀说这样的话 实际上就是暗示赵蜀 我们可以拥立你 也可以废了你 我们这些大臣是可以做到的 赵蜀呢在听完这话以后呢 也就不再像以前那样的张狂了 于是呢也开始呢 主动的和曹太后呢修补关系 后来呢 主动道歉 于是呢 到最后就有了曹太后撤联 他归正这样一个结局 所以啊 这也就不奇怪 为什么在 曹太后撤联以后 复辟呢就离开了权力核心 自己到外地去任职去了 因为他那个时候也很难面对宋英宗 毕竟呢 他曾经当着宋英宗说过那样的话 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谢谢大家的收看啊 欢迎大家点赞订阅 好的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